手中拿著巴勒 象徵民進黨政府執政八年 猛開巴勒票 準總統賴清德520就職 持續民進黨執政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十九號則是帶領黨公職 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前舉辦五一九 炒根決心行動 怒批民進黨政府 還邀請公民團體助政 痛批打炸不力等施政問題 除了批評蔡英文八年執政不力 導致低薪資 高物價 高房價等的嚴重民生問題 民眾黨還痛批十七號 民進黨阻擋國會改革法案 還硬扯程序不正義 請賴清德主席出來 以總統的高度出來 你要如何確保議事人員 他們可以依法秉持行使他們的職務 不會被民主進步黨的立委暴力對當 民眾黨要求賴清德上任後 市政上要落實司法改革 國會改革等的競選承諾 改善嚴重詐騙等問題 黨主席柯文哲更是痛批 八年來他只看到民進黨的傲慢 傲慢再傲慢 這次活動就是要讓民進黨找回謙卑 天文上任的時候 其實他的舊子眼說 得到掌聲最多的就是司法改革的鄉 到今天請問改革的哪一樣 賴清德不是自己說他願意到立法院國情報告嗎 那麼如果這樣的話 民進黨在立法院現在在反對什麼 我們對小草一直都是正面的評價 他們是台灣未來的希望 可是也不得不否認這個事情 就是說小草有時候都會盲從 整個活動現場也出現其他訴求的聲音 一向對抗議柯文哲錄影隨行的政治團體 也到場舉起發聲 雖然被警方隔離在一旁 卻也呈現不同的民意 記得陳安心謝其文台北報導